後面的麻煩把它關起來 來,我開始上課了,盡快就坐 剛醒過來的,慢慢恢復精神 來,先看畫 這裡有一百度 有看過牙手 有看過一百度的 曾經看過這幅畫的舉手 沒有,大家都不會看過 不會看過喔 誰畫 不知道 差不多又看到當時 什麼時候的人畫的 五十年前,一百年前 二百年前,五百年前 什麼時代的人畫 來,後面晚到請盡快就坐 來,看一百度 看這幅畫 是台灣人畫還是外國人畫 外國人 你怎麼知道是外國人畫 感覺 不錯 看畫看感覺 這幅畫 這幅畫 畫的時間 認為差不多 五百年前的 請給他手 認為差不多四百、三百年前的 請給他手 認為這幅畫是兩百年前的 請給他手 認為差不多一百年前的 請給他手 認為五十年前的 請給他手 請給他手 別再說一百多年前 百幾年前 你阿公阿嬤做那段話 我跟他說 為這百度的人名字 叫做高庚 有沒有聽過高庚 沒有喔 有沒有聽過凡谷 凡谷聽過 高庚沒聽過 他們是室友 他們大道町 高庚也是畫 他們就是 他也是畫家 大道町 你知道畫家 探柳錦一尊 錢很多對不對 就亂畫 亂畫之後 就開始 落魄的時候 就散 對不對 畫家都過這種日子 接到聰明 探柳錦一尊 就搬家 搬到什麼地方 搬到一個地方 叫大溪地 你知道大溪地在哪裡嗎 有啊 對啊 南太平洋 沒錯 正確 這個地理觀念很清楚 南太平洋 對 太平洋的 靠近南美洲 跟 就接近南太平洋 對 沒錯 這個地方 大溪地是南太平洋 你有去過是不是 這講過 你聽過 上過課的就不要回答 我現在是針對 沒有上過我課的人講 沒有上過 要不然我會嚇一跳 我們搗 我們童心裡面有這麼可愛 在藝術方面休養有這麼高的 來 她畫這幅畫的時候 他在長的鄉修人身的時候 為什麼 有歐洲早期他去很多 錢很多 那邊當地他就 吃穿喝都沒問題 衣服都有人給他煮 就有美女在旁邊服侍 教理一講 你過這種日子應該很快樂 不應該有什麼抱怨對不對 沒錯吧 台灣人都整隊叫這個 家庭沒問題 天天過日子對不對 是不是 台灣人都追求這個 但是這個人在過這麼好日子 居然畫這幅畫 這幅畫你覺得是快樂還是不快樂 快樂嗎 快不快樂 要看他問的問題 這幅畫的題目對不對 不是你去解釋 畫家有他畫家的 那個畫的名稱 那就是這個구요 所以這個圖化的 他問的問題 他問他問他 他問他問他 他問他問他問他? 不知道他們問他他問他 哪有什麼意思 他問他問他問他 那個問他問他問他 這跟你剛才說的很輕鬆的 不一樣是不是很嚴肅 很嚴肅 因為他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阿伯要問哪裡去 每個人過去都不會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會問 我跟你講 這個人不會問 叫做資源回收人 什麼叫做資源回收人 沒有人知道 這三年半前 我在這裡演講開始用這個字 英文叫做Coin I coin a new term 新的名詞叫什麼 我才對這個故事開始講去 這是什麼故事 這是人類的故事 人類為什麼有這種故事 現在現今活在事業上的人類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 可以再追 但是至少我知道 六萬年前都從同一個地方出來 什麼地方從非洲來 這六萬年以來 人類就開始遍佈全世界 人類遍佈全世界幾百萬年以來 都過什麼日子 都這種日子 什麼日子 部落形式 什麼叫做部落你知道嗎 部落 部落 你有聽過嗎 我們的古城祖有部落 部落其實我們各種形式都部落 你剛才在台北城也是一個部落 我們都不一樣的部落 部落是怎麼形成 在古代的地方 它是以共同的水源 水 可以有水源 還是狩獵的範圍 打 打垃圾的地方 還是種植的地方 都一樣 大家共享 所以幾個家庭 跟著一起 拼做部落 為什麼要跟著一起 這樣支援可以共享 可以互相幫助 可以互相抵抗外面的侵略 所以形成部落 過去人類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不同的部落 到處都有不同的部落 這樣生活幾個萬年 部落 如果跟其他部落修圖到會怎麼樣 兩種情況 一個是要修圖沒有錯是其中一種 還有一個就要拼做的 拼再大一點 這樣跟人打再贏 對不對 所以有的說好說 我們不要打 我們拼做的 我們比更大的部落 所以久而久之 你知道部落越形成 越來越大變什麼 小的 變成大部落 對不對 大部落更多更大 小的kingdom 王國 對吧 像歐洲很多王國 以前日本是來不同國 對吧 中國也不同國 這樣修圖 打到後來 小國跟小國 比起都更大國 對吧 大國更多 比起都怎樣 聯合國 對吧 還是美利堅 合眾國 合眾國 United States 對吧 或者大英國 聯邦 對吧 United Kingdom 會更大 但是 脫不了一個本質 是什麼 你們在部落跟部落 修台的時候 都會做什麼 一開始 人類一開始 部落跟修台的時候 都會把你修台了 怎麼可以讓你老 不留活口 但是這樣 鋪起來這樣不對 為什麼 這樣鋪起來之後 我的土地變多了 因為跌到別人 土地變多了 這就是以前的台法 過去的沙法就是這樣子 不會給你留活口 他說 欸 土地變大怎麼辦 鋪起來之後 我的土地變多了 對風也都鋪起來了 所以鋪起來 他們學一個方法 怎麼樣 老陸父母留下來 男生全部殺光 因為會被我反恐 男生會跟我打 遲到的請盡快做一做 我正在上課 而且是精采的時候 老陸父母留下來 做什麼 老陸父母留下來 老陸父母留下來 做什麼 每天叫你去淨禪 去淨禪 你去淨禪 賺到還是正的東西 我幫你收來 就是這樣 幫你挑 你做努力 一世人 沒有錯 整世人幫他做事情 沒有錯 這就是努力 努力做什麼事情 每天就是辛苦的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每天的煩惱這就好了 努力不用太太多事情 努力不用想很多東西 努力就是幾天做事情 時間到處理 就是這樣 我們隔壁就是一個 這個人我叫什麼 叫做資源回收人 我還有一個名字 什麼叫做資源回收 你都知道嘛 資源回收是本所要彈掉的 是不是 資源回收本來是本所要彈掉的 叫做資源回收 叫做資源回收 沒錯 人也有這種 本來是要用台的 叫回來回收資源回收人 這個人都是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我們想 投資源回收 就是沒有效忠對象 就是沒有效忠對象 這叫做資源回收 投資源回收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他每一天工作 只為了自己的家庭 百度吃到百就好了 生完有什麼享受 村子沒要生 叫做什麼管都好 叫做努力 對不對 現在努力交換 努力市場買賣 你都換了 比白的主人 有那個人跟你養就好了 就繼續做下去 我們隔壁就很出名的資源回收 都奴隸大的城市 叫做什麼 香港 對不對 香港是資源回收城裡 是不是 住在這個城裡面的人 每天都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其他事情不管 對不對 結果這個地方是以前為什麼 中國輸給大英帝國 割了土地給人家 這些所在阿伯就效忠 不效忠啦 談不上效忠 就替大英帝國工作 香港賺到大英 英國就在這邊弄一個系統 香港人努力工作以後賺到錢 抽稅交給總督總督交給女王 就這樣 這裡面的人每天都不要想太多 就工作 九七的時候 中國說時間到了收到回來 這裡面人怕到 喔 落後國家要收到 但是這是中國的土地 當然它收到回去了 離一大堆的香港人開始跑 四過趟 比較好走的 開始移民 對不對 對 澳洲啦 紐西蘭啦 加拿大啦 是不是 比較好 比較有材料 就回去英國 對不對 但是不管你去哪裡移民 都是一樣 這些人到當地也變成 資源回收人 還是資源回收人 等於它換到 換一個地方替新的主人工作 一樣是交稅 那這些人沒有效忠的對象 沒有效忠的對象 所以中國把收到回來那時候 裡面的人抗議 這都沒頭的人喔 記者說 你有站中行動有沒有 聽過站中 香港站中 記者就問說 喂 你們為什麼要抗議 我們不喜歡這個總督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他生跟我們不一樣 那哪裡長得跟你不一樣 他有頭 我們沒有頭 知道意思嗎 總督有頭 我們都是沒有頭的人 他長得當然跟我們不一樣 總督為什麼有頭 總督要效忠對象 效忠是誰 中國 北京 政權 他有效忠對象 他派來這裡就給你管 你這個人就是資源回收人 每天都工作 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中國說馬照票 舞照跑 舞照跳馬照跑 就是這樣 你繼續做你的資源回收 不要害怕 但是那時候為什麼一國兩制 就是要做樣板給台灣人看 他想說台灣還可以拿回來 結果他知道法理上拿不去 他就當然香港就是一國一制 那我說一個國家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精神分裂的國家 所以一定一國一制 所以要求香港從多少年以後開始 只能講中文 中文官方語 你廣東話叫做地方話 你開始要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歌 唱國歌 只能講普通話 對嗎 香港人買回來 拿跳起來 就開始鬧了 不然 你們本來就是中國人 現在回到中國裡面而已 效忠他是應該的 這就是故事 我要說資源回收人 基本上就是沒有效忠對象 過去 這就是部落戰爭 部落戰爭 修台主都會做什麼事情 他們會把他們的心搬出來 比如說 在 在 尼羅河 那個地點 尼羅河什麼東西很壞 烤魚 所以他們那些人 以前很喜歡 敗烤魚做神的 鱷魚頭 有的是要敗什麼 敗飯食群 眼鏡蛇 都是他們害怕的動物 把他們變成神格化 在修台前 他們的部落修台 就把他們的心搬出來 開始打 打完 打完 贏的對手會說什麼 你的身體不能再敗 所以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以後 的統治手段是怎麼樣 第一個 宗教語言信事 宗教 不准你再拜你以前的神 為什麼 你再拜你的神 你會想說我跟你不一樣 他會換 所以他會摧毀你原來的宗教 改拜他的神 再來會做什麼 語言會幫你改 你不准說過期你老婆幫你改 要不然你又說我嘰嘰嘰嘰嘰 我聽不懂 你們家的外籍 看過後來的你們家 會要求你要說他的話 他就要押我們的話 再把我們給我們 一定是這樣 所以 你征服了對方以後 已經會摧毀對方的語言 叫他講你的話 講他的話 再來又是什麼 姓氏 生意也會把你去除掉 姓氏也會幫你消掉 你當然 你如果保持你原來的姓氏 你就知道你跟他不一樣 一定會換 所以這三項 一定是 佔領者 和對被佔領者的人 會做的事情 把你消除掉 把你換掉 這就是過期台灣人對的事情 台灣的宗教 你拜的都從中國來的 你的議員都是從中國來的 你不要說台義是台灣人的議員 也不是 台義也不是 客人也不是 客人也不是台灣人的議員 那都是中國來的 那是 以前不要讓中國通緝 兩百多年你說的議員 你給他洗腦袋 你給他要求 你給他改了 姓氏也不是 你現在的姓也不是你的姓 那中國人跟他通緝兩百多年 給你視性 為什麼 我們本來都是高山族的 的住民啊 我們住了這個土地幾萬年了 給他通緝兩百多年之後 我們給他改了 想說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周圈對他來 我聽我慢慢說 基本上這個圖 一下就把整個歷史 講得清清楚楚 來 一開始 M174 我待會兒再解釋 什麼叫M174 台灣借土地 台灣借土地 以前 人都是以 部落的形式存在 慢慢越多 越多 在台東一北 那周圍 有一個地方叫大渡王國 再幾個年 這幾個百年之後 直到最近 十三十四世紀之後 再開始有這樣 因為航海的技術 再有開始 外來的 比較強的國家 有準 可以走到你這裡 來做什麼 你掠奪啦 其實他叫做Predator 就是掠奪者 把你手 把你利用的 就走來 比較判的就一次 那個就是掠奪者 什麼叫掠奪者 你知道 Predator是什麼 我說一個比較粗的 就是 女兒對女兒有性需求 不要跟你結婚了 要愛就 就對你了 那就是殖民者 對殖民地 那種態度 把你的資源給你 挖到光嘛 他國家需要什麼 你來這裡 把你資源拿掉 拿到你 你不存在後 他就在幫忙 所以過去 美國的軍隊來到台灣 屏東外海 擱淺 裡面的水兵 上岸後 把我們的高速做的人 都抬了 結果美國去抗議 趕快到那裡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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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人 跟我們抗議 大清美國說 你在說什麼 那是化外之民 化外之民 不是習慣的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就是你對他這樣出錢 就知道你 所以後來第一個 我們 古代做的 部落有跟美軍 簽訂和約 和平條約 有跟人簽條約 那就表示他 不想對你負責任 殖民地 就是這個態度 我殖民者 我想要替你負責任 出事是你的事 如果要有好處 我都拿了 這叫做掠奪者 這叫做掠奪者 好啦 不同掠奪者 有荷蘭 有西班 有各個國家也來 搞不好這些掠奪者之間 會打架 對不對 沒有錯 以前大清派的 給他一段時間 兩百多年 在台灣 但是後來還有一個 又更派的 日本更派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都知道這個歷史 對不對 大清輸給什麼 大日本帝國 對吧 所以 講和條約 講和條約是什麼 把澎湖跟 台灣 這兩個土地 跟遼東伴領 半島掛牛 大日本帝國 皇帝 大清皇帝 割給大日本帝國皇帝 對吧 兩個國王 太安 不然你就打到四 打到大清 滅掉為止 不然 我說我給你綽合 這給你 你還打你很累 所以我整個土地 掛給你 大清日本帝國 說好 拿起來 拿起來 拿起來做什麼動作 他不一樣 大日本帝國來 不是另外一個殖民者 一開始是 但是他的企圖不是這樣 所以他花50年 你看 你知道 男生追求女生怎麼樣 會送花 會買禮物 給你 賺水水 最後才會跟你結婚 這就是大日本帝國 對台灣做的事情 這50年裡面 花很多錢來建設台灣 把台灣做的結合 最後 他做了什麼一個動作 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叫結婚的動作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1945年4月1號開始 那就是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 天皇會照顧在台灣的百姓 把你當作他的臣民 換取我們對他的效忠 你知道嗎 這就是婚約 是一種 從人的關係來講 是一種婚約行政 以後他會對你負責 他會照顧你 但是在台灣人說 不是啊 你現在哪時候 中國人貫 為什麼是支那人爹 把我們貫 很簡單 後來又有一場戰爭 叫做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大日本帝國戰敗了 很優秀就是 把我們戰爭的美國 叫過去把我們招攤的那些男朋友 倒回來再招攤一次 就這樣 這就是我發生在台灣的歷史 就這幾個圈圈 就告訴你清清楚楚 那這種所謂的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個動作很重要 它叫做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什麼意思 就當一個憲法實施在地方 這個土地已經變成這個國家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初級班學兩個主要的概念 一個流氓政府不可就地合法 另外一個就是 什麼 對 佔領不宜得恩主權 主權有這個意思 已經是人家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時候 你不會因為你會佔領 這個土地佔領 所以美國打贏伊拉克 伊拉克不會變美國的 你知道嗎 如果佔領現在美國所有土地都美國人 都他自己的 都要站到完的嘛 對不對 好啦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就是用信式語言宗教 透過教育媒體幫你改 好了 現在法例出來 我們說美國 是你把我站起來 想說叫別人把我站起來 你要按照戰爭法幫我改改 我們這個法例出來之後 這段流氓政府的人都要走 要走在裡面 那時候發生一件事 台灣人裡面有一個人不敢走 要把他留下來 我們台灣人裡面呢 那種人是什麼 我給他名字叫余虐 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余虐 你會記得以前 大明變成大清 對吧 有一個人就什麼 反清復明 對吧 沒錯吧 反清復明是不同的殖民者 都會發生這件事情 現在是大日本帝國 換完之後 反日付什麼 清 對吧 是不是很浪漫 有一群人是過期的觀點 還有古代的觀點 沒有要改變 結果就是這樣 台灣人一人就要反日 明明這個就是你丈夫 你反他反什麼 對不對 這樣知道 我不想講太清楚 慢慢越講越多 這個圖片有看過 上過課不算 有看過的人舉手 不要看過 慢慢跟你講一件事情 左上角就是科學證據 這是看他的證據 我們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你生的兒子 生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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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會 染色體會複製 所以你的兒子生的時候 不是像爸爸 就像媽媽 對不對 不會像外面的人 因為兩個人的染色體會複製 複製傳給小孩子 可是複製的過程裡面 會有誤差 誤差就是跑出一些圖片基因 照出來 那就是好像一個記號 所有對你這裡生的兒子 身上都會有這個記號 所以很好人 你知道嗎 你現在你們家財產很多 還要去燃生的 要把你的兒子 不要再燃生 然後再燃生 再燃生 還要怎樣燃生 還要把家裡燃生 還要燃生 還要看著這顆水 就證明 怎麼證明 驗血 看你的DNA 對不對 所以現在 DNA這個驗血很容易 棉花磅放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上到實驗室 沒有多久跑出來了 馬上就可以證明 是不是他的孩子 這個是一個技術 你知道國家地理雜誌 它做的這件事情 因為對地理雜誌身上都有同樣的記號 你就可以倒追 你從哪裡來 最後 國家地理雜誌做了71万個樣本 抽樣 全世界的人抽了 抽筆 把你研 研到背後把整個人類 從哪裡去哪裡 整個遷徙圖 揮出來 這是科學證據 他現在還繼續在進行 你只要花一千塊美金 把你的棉花棒 寄到國家地理屏道那邊 它有一個 叫做Human Migration Project By這個Dr. Spencer他做的 要叫他 他就跟你說 你的血裡面有什麼什麼什麼 從哪裡來的 這樣 很有意思 我要說這個目的 就是說 最後 董事業得出一個結論 人類這個遷徙的圖照之後 所有的人都要猜 現金活在事業上 幾十億人 從哪裡來 最早的從哪裡來 看圖會不會看 這邊是箭頭的尾端 箭頭最尾端 就找他的圓頭 就往前追追追追 追到哪裡 所有人都追到哪裡 蛤 這裡在哪裡 非洲嘛 非洲嘛 給我看 最後所有的人都從非洲出來 什麼時間點是六萬年前 六萬年前發生一件事情 我不曉得什麼事情 但是造成非洲的人開始外移 有一部分人都在裡面 但是有一部分往歐洲去 有一部分往歐洲去 有一部分往東南亞這裡走 有的人往中亞 有的人往三個地方跑出去 然後又繼續走繼續走 然後最後遍佈全世界 很有意思齁 我這講這是科學證據 有時間點的齁 你有沒有看過Google Earth 沒有看過 看過的人舉手 Google Earth 只有兩個人看過 Google Earth 你在看 這是世界上 他們現在衛星照下來 都有地圖 來這裡最高的人 你們記得一件事情 要會電腦 你要當民政務的官員 電腦一定要學到會 我們這邊有課程 會開給你 你既然要當官 你在資料研究 閱讀 搜尋方面功能能力要有 Google Earth 你看的時候發表有深藍淺藍 你想說 都死過都害 人是怎麼走到全世界 很簡單 你看Google Earth 有淺藍的部分 深藍的部分 深藍就真正以前的海的深度 淺藍的地方 那時候大概是可以走的 海沒有淹到那個地方 所以你光看Google Earth 人其實是可以從非洲 用走的就可以走到南美洲去了 很有意思 Google Earth 一出來之後 很多的現象跑出來了 所以你現在 很多證據 我就一步一步 但是今天不是要講這個 先講 人類有不同的路線 對不對 有人說 學老師我比較有趣 是說我們台灣人對著要來 這我有興趣 你告訴我台灣人對著要來 我們來注意一條線 這裡有一個叫M174 有一個火箭叫做M174 你對著要來 六萬年前有飛鳥走出來 後來走一對 南夜門 M174在南夜門之後 又走一對 這裡是哪裡 印度 印度之後 然後再往前走走到哪裡 馬來半島 再來 爪娃嘛 對不對 再來 這裡哪裡 我們台灣 對不對 再來 有人繼續走 哪裡 日本 日本之後再走哪裡 朝鮮半島的北部 那時候還沒有俄國 我們只能說 這個土地裡面 一個地方 最後所謂進去 所謂的中原地區 對不對 這塊大陸的中原地區 我沒有說中原地區 以前沒有中國 我們現在說幾萬年前的事情 對不對 他來到這個地方 這我們的祖先 有的人在這裡就流來 有的人來到印度 這個地方很好 流來 有的人繼續走 這個地方我不喜歡 繼續走 有人來個這裡 所以我們的祖先來到 POMOSA這個地方之後 覺得這個地方很好就躲起來 如果不敢躲這裡 繼續走 才有形成人類的遷徙 現在知道了 我那個是不是冷氣比較弱 他們就開始又 有冷氣 OK 好 那沒關係 然後你看看 這一塊所謂的中原地區 有多少人 你看看 有從歐洲過來的 你看看 從中亞過來的 歐洲過來的 對不對 有印度上去的 這個亞洲南部上去的 有從蒙古下來的 有看到嗎 有幾十人的人 從不同地方來到這個地方 大作會 時間點 我剛才說來到台灣 是四萬年前 來到這個地方 差不多兩萬多年前 兩萬多年前 十幾種人住在這邊 經過兩萬年 所以結論是 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是雜種 沒有錯啊 我在講科學的證據跟事實 我們不是有污蔑的意思 但是真的 十幾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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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在那裡 過兩萬年 抬來抬去 部落之間互相殺來殺去 又夾來夾去 後來他們是雜種啊 所以相對比較順的是 我們M174後代 剛才這個地方 沒有跟外面接觸嘛 沒錯吧 所以我們的血是比較順的 相對比較純的 所以那時候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起到要死 但是說了有話 真的韓國人 中國人的一部分 是從韓國過去的 沒有錯嘛 那韓國人從哪裡去的? 日本嘛 要那麼快啦 像日本去去嘛 對不對 那日本人從哪裡去的? 台灣這裡去的 對不對 那台灣人從哪裡來? 馬來西亞半島這裡來的 還從印度還從飛車去的 沒有錯吧 所以中國人就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跟他拜嘛 對不對 你們不要弄錯喔 你每個清明節去拜中國人 做你的祖先你就背錯了 你背什麼做? 背你四萬一一來的祖先 你不要搞錯了 是他就要來跟我們拜 勝中追遠是中國人要追到台灣 對不對 不是我們追到中國去 你不要弄顛倒了 這是一個科學的證據 我這個講很久啊 你如果覺得新的市政 你拿出來跟我反駁啊 我現在講科學證據嘛 對不對 全世界沒有所謂的 中國人這件事你知道嗎 中國人其實叫做政治的語言 他是歸納 六門說中國人到底是什麼人嘛 漢門門回上面說到四十六千 四十六種人叫一種人嗎 這很奇怪 這是定義嘛 所以這是政治語言 沒跟你騙的嘛 所以他沒有 我真的問中國人說 你到底什麼人叫中國人? 最後他總算成人說漢人才是啦 有人說你蒙古人是不是中國人 不是啊 對不對 大清野女真人 不是中國人嗎 不是啊 你如果要去對 他就說什麼叫中國人 好啦 漢人才是 世界上沒有一個血液 叫做中國人的血液 你把它丟出來 你如果有力 你把它定義出來 請你define What is Chinese blood DNA是什麼 你定義出來 然後我抽我的血跟你對嘛 你如果說他定義不出來嘛 因為沒有中國人這回事嘛 你知道嗎 你說漢人 好 你把漢人的血液定義出來嘛 說這叫漢人 這叫做福建人 這叫做客家人的血 定不出來啦 我跟你說 為什麼 他本來就是十幾種種種族在裡面 滑滑滑滑到沒有定不出來 反而相對我們這跟孫子的知道嘛 他們的一部分的血是對我們這麼激烈的 非常清楚 所以這叫科學證據 用科學證據不是在講歷史主權 不是在講用歷史的觀點 你的觀點 每個人的觀點都不一樣啊 所以我們現在是講科學證據 所以人民政府的話 我們不是在畫一個大餅 教你去追求 我們告訴你的是什麼 科學上的證據 歷史上的文件 邏輯的推理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來這邊要花很多腦筋想 所以 Dr. Spencer講了很有名的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人類的歷史故事 是寫在我們的血液裡面啊 不是你去編出來的啦 不是你按照個人的那個政治利益 去編一個故事出來要把你搞 不是的 來手機先關機 謝謝 你知道嗎 有的人說 不然這樣啦 不要講中國人也不要講 漢人啊 我們講華人啊 我們都是華人 我說什麼叫做華人 你給我講 我們講華語就是華人啊 我說 這樣喔 這樣所有講英文都是英人喔 講英語的並都英人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嘛 哪一種人不是用他講的語言 來定義出來的嘛 是他真正裡面留的血是什麼嘛 對不對 那我講英語的國家很多啊 印度人也說英語耶 那不是英人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不要再用所謂的政治上的語彙 來定義我們是什麼人 來 這是時間點 這是6萬年 比較偏白的 5萬年 4萬 3萬 2萬 1萬 這輔助這裡是6萬年前 對不對 有部分是5萬年之後才跑出來的 那你照 你看 其實你看澳洲其實 時間很早喔 澳洲已經是5萬年前喔 所以 有這張圖我們可以得證什麼 你那邊去考古可以挖到這麼久的 最近不是有台灣 你知道 南科 是不是挖到什麼 挖到5千年前的米對不對 米啊 那表示什麼 那時候就很發達啦 那米是 1萬多顆耶 就幾個筋的米耶 長得一模一樣大小 不要是什麼 有人去種的啦 不是野生的啦 有人特別去種植要給他收作火啦 表示那時候農業已經 5千年還要贏到中國了 那不是 5千年去台灣人都吃了這種收成好的米 蓋著火啦 那5千年還不夠啦 我講的是4萬年啦 我們在這土地生的土地圖 四萬年了 我講到這四萬年也沒有隨便亂講 這是澳洲 這是印尼 來 這是什麼 這在法國南部 你們念藝術史都會知道 法國南部有一個地方 地理在這邊 French Archaeologist 他找到 找到這壁畫上面有 三萬兩千年到三萬年前人 畫的壁畫 你還知道三萬年前 他們覺得碳十四半衰期 我們可以去測量非常的準 很準的 這是三萬兩千幾年前的人 外圖 皮卡索看到這幅畫的時候 嚇一跳說 哇 古早人比我們現在比較聰明 沒有錯 那種圍奪很值得我們去學 又是動畫 不同角度 很有趣 叫什麼 有犀牛有馬 這三萬多年前畫 教理說這 歐洲人那時候好興奮 我們這是人類源頭 從這裡來 因為我們到這裡 但是我們剛才跟前面講的那張圖 有點矛盾對不對 澳洲其實相當早對不對 來 最近 印尼發現了壁畫 最近 時間點 測出來 四萬年前 還比較早 對不對 那這表示什麼 符合我們的這個大圖 澳洲真的是四萬年前 印尼澳洲這個地方 西班尼人類已經到那邊去了 所以壁畫就那邊可以挖得到 考古就可以做到 過期我們不知道 細節 要湊拼這個拼圖拼不起來 現在DNA整個結構出來了之後 所有的考古都跑進這個Puzzle裡面 來 要講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那麼多 目的只是告訴你 趕快把中國的那個 我們昨天對那裡的事情丟掉 跟你無關 他就要把我們拼 不是我們拼 我們弄錯了 我們這裡是很獨特的一種人 叫做佛摩山 這個堂上面 我們都是高山 做高山族跟平埔族的後代 所以說 這個科學正經 看過超人 你們只看過這種超人 基本上沒有看過 這種沒有頭的超人 電影也看不到 對不對 你還看不到 你還看不到 我給你看這堂的意思 就是說 資源維修人可以是功能強大 但是沒有效忠對象 資源維修人可以功能強大 意思是 他可能是諾貝爾獎得主 可能很厲害 很聰明 但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他可能是葉克摩專家 人到他手段很難死 我們不是一個市長 聽說是葉克摩專家 有沒有 他在TED裡面做一個演講 演講什麼 他說他開始有一個問題 人怎麼樣在那裡活著 因為人傷害一下 基本上 透過機器都很難死掉 都可以一直活 心臟繼續胸部 血地區繼續把它輸入 身體器官功能都有 但是就是腦死 所以醫生基於這個道德 所有道德理由 他沒辦法處理 他就問一個大災問 什麼叫做活人 他沒有答案 他在TED裡面問到最後 我還是回去好好的當我的醫生 他問了什麼叫大災問 我就要跟你們講這個問題 你們在座各位 有沒有人是經營超過一百個人以上公司的老闆 員工超過一百個 沒有 對不對 有沒有 沒有 上次有一個同行說 他那邊有兩三百個人 我說有沒有超過一千 我說當然沒有 你知道我們民進府要站起來 四千人要關什麼 台灣人兩千萬人 那這個人問多少 五十萬人 你不要關家人 鄉洋叫你去關人 五十萬人 你有辦法關嗎 你怎麼樣 所以要訓練 訓練的時候要給你什麼 給你工具 我再跟你講一個有趣的 我再跟你講一個有趣的 以前毛澤東接到整個中國那時候 號稱一百五十萬個黨員 裡面一百四十萬個都是文盲 都不理的 要把他接起來 要把整個中國接起來 那是怎麼樣 透過訓練 訓練 什麼訓練 蘇聯訓練 蘇聯把他們選人出來訓練 一樣 叫台灣人去接政管 以前的 資料的難民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來台灣也是 一群人幫你接政管 他們是在五百塊錢 他們也是不怎麼樣的 為什麼他可以接 因為美國在後面要教 所以有顧問團 有什麼Western House 有什麼Western Company 有不同的公司 在台灣從各方面來幫助 中華民國來這裡幫你接 所以一樣 台灣人現在站起來 後面也是有人幫你幫助 要給你系統 教你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你要拐的人 你要給他分類 過去你都不知道 你剛才有人說 這個人怎麼這樣 那個人怎麼這樣 其實你都沒有一個分析的 model去看人 才會發生這個困難 給你們一個 人基本上分成這三類 以後我會越分越細 什麼時候越分越細 當你們到那邊去上課的時候 我會幫你越分越細 在這裡有一個淺粗分 粗分 人最下面他是根據什麼 行為的主宰者 根據什麼來決定他的行為 越會比較越像 physical 就是接近肉體 再來 開始有主觀 再來 客觀 上面 絕對 越會腳的人 越像動物一樣 你知道嗎 我現在說人 像動物一樣的人 像一個像動物一樣的人 以前 高雄 還是台北縣 騎摩摩摩 不是那年輕人 整天人 出去拿肚子給人家 警察把他抓到的時候說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年輕人 他們說不知道 爽 這很奇怪的答案 你拿刀子去砍人家 人家問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說很爽 這不是答案 那表示這個人像什麼 這個人像動物一樣 為什麼 當他那個獵食 殘殺的本性造出來一尊 他就不能控制他自己 就要去出去 去發洩 就像動物一樣 對不對 這個人看著男人 那笑地勾 就很爽 所以這種人像動物一樣 這種人像動物一樣 這種動物 如果抱著腰也很壞 你如果養到肉 就乖乖乖 所以你用食物給他控制 食物可以控制動物 你們知道嗎 用食物可以控制動物 可以叫他 左手拿起來 右手拿起來 搖搖尾巴 坐下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這種人又分三尾 你不要講說我在講動物 這個人可能 塞臉 沒關係 可能住是住地堡 可能有私人飛機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們不知道我在講誰 我沒說 對啊 沒關係 我們都敢負責 我們都敢負責 我們都喝到那個油 我就跟你講 像動物一樣的人 都無關別人的事 他自己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對不對 像動物嘛 這種人 你聽到台灣人說這句話 鴨子要做什麼 不然就做飯糰來吃 不要去鴨子 學音樂做什麼 不然就做飯糰來吃 鴨子要做什麼 不然就做飯糰來吃 不然就做飯糰來吃 這種人說這種話 就表示他跟動物一樣 為什麼他跟動物一樣 因為他評估一個事情的標準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他如果不能吃 就沒有價錢 是不是他跟動物一樣 是啊 他講這句話 背後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幫你解釋更清楚 所以你昂貴的東西 不要給動物吃 你如果拿鴨子和豬 他想說你拿鴨子和豬 他不知道那鴨子和豬 幾萬隻的豬都吃的肉 沒有錯吧 所以不要再講你吃肉 那是落後國家說的 你吃飽了就幸福 那不是跟動物一樣 你應該講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 這是人化 再往上面 比較好一點的 對不對 像人喔 但是沒有效忠對象 這個人喔 我講給嘛 他是沒有效忠對象 所以叫資源回收人 他可以非常有效率 他以遵守法律範圍的程度 以及執行效率來劃分 這個人喔 在他的價值觀裡面 所有東西都相對的 沒有絕對的 有沒有這件事情呢 對還錯 他會回答你 端看當時的情況而決定 還在喔 所以讓這些資源回收 他說市長就是這樣啊 誰來跟他管都好 他只管把事情做的有沒有效率 至於跟誰談都OK 跟中國談也可以 跟誰談都可以 他沒有效忠對象 他的重點就是把效率做得很好 這是這一群人要做的事情 他不想效忠任何人 所以這些人可以到世界各國都可以用的 戰爭以後產生大量這種人 他沒有效忠對象 誰來管都可以 那他們在他們世界裡面最有價值就是有錢 好極了 我現在要講 上面這裡有投資什麼樣 很簡單 我告訴你 由Missionary 傳教士跑到台灣來對不對 到樂森療養院 還是把泰國換藥 整四人喔 人長得又高又帥又英俊 學歷又高 什麼Princeton畢業的啊 什麼對不對 以前馬街不就是Princeton大學 長春人的學校畢業的嗎 來台灣這個地方 小地方幫你換藥給你搬水機 整四人啊 沒東西再跟他們沒帶來 小孩帶來 整個都在這裡 吃的比我們還簡單 整四人 在哪裡在投什麼 我們想不到對不對 因為你是自由會社人 所以不曉得有投的人在做什麼 我告訴你很簡單 他是有效忠對象的 他這個人活得的意義 是根據他的主子 他的主子是誰 上帝嘛 上帝叫他來 他就來台灣嘛 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敢來嘛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就變成死懷澤嘛 上帝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成德雷莎修女 你知道嗎 他一生活的目的是 以取悅他的主子 作為他活的目的嘛 你知道嗎 這叫做有投的人 有投的人有絕對的對跟錯 你跟這天有投的人 問一個簡單的 你們來這裡上課 你們認為 來這邊上課 民政府上課 是要把你們改變的 請上席 我幫你們上課 請放下 其實錯了 我跟你講為什麼錯 這邊很多人就舉手 你們最近這一兩天 舉手都舉到錯到受不了 但是不用擔心 我們講這個的目的是 要注意我講的內容 為什麼錯 要跟你講道理 你來家為什麼 在座各位有結婚 有男女朋友過 你們天天跟他生活了二三十年 請問你可以改變你的配偶嗎 不可以嘛 你二三十年 四五十年的配偶你都沒辦法改 你憑什麼想說來我這裡上課 一個小時我就可以改你改 我不可能改你的 那 我不能改你你來上什麼課 你來上課做什麼 好問題喔 我不能改你你來上課做什麼 你要想 我跟你講不是的 表示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本地什麼人 就是對事情的是非對錯很在乎的人 你才有願意來聽法理啊 才聽得下去啊 你懂嗎 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你不需要 浮浮噩噩噩噩噩的過幾世人 你不知道為什麼在奮鬥過一生的人 你很在乎 到底這是怎樣 怪怪的到底是什麼問題 你才會招來加上課嘛 上課才會聽這話你越聽越醋味嘛 你才有認同感嘛 你若不是這種人你撞不久的啦 表示你本來就是在乎是非對錯 就要搞清楚 我這些人在做什麼 我是什麼人 我從哪裡來 現在要做什麼 還要從哪裡去 這堂會都怪怪的 到底是什麼問題 你就是這種人 但是過去在不對的土壤裡面 你長不大嘛 什麼不對的土壤 國民都給你賠一頭啊 那裡面不大 你知道嗎 現在來到法律裡面 我跟你講邏輯 講法律的時候 你就得到養分 你就長大了 變成大樹了嘛 對不對 一直長大了嘛 所以來這邊上課的目的 是給你抬人 不是抬啦 抬啊 抬米的抬啊 給你篩選人 試這塊料的人都會來啦 是這種對 是非對錯很在乎的人 再來加上課 這自己立錢才上課 我要知道台灣到底是怎麼回事 要搞清楚嘛 就回到那些藝術家問的問題 我是誰 我現在在這邊做什麼 我以後要往哪裡去嘛 所以民政府是在這樣子嘛 就理性的訴求告訴你 讓你知道 這樣齁 這樣知道我在講什麼齁 阿拜齁 但是我來講齁 你必須要面對一個現實 事實 外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是你這種人 九十五啦 應該說九十五 九十八都大部分都是什麼 跟動物一樣的人 阿不然就是沒頭的人 每天只管吃飯睡覺 唱歌吊舞的這點人 阿你們是少數 願意知道法理的 就把你頭裝上去 來自這邊上課 就是把頭裝上去 讓你開始有效忠對象 要把事情弄個分明 活得清清楚楚的 有自信 搞清楚在為誰效忠 當部落戰爭來的時候 你才知道你要站哪一邊 你知道嗎 當部落戰爭來的時候 你才不會說 我也是中國人走那邊去了 錢給你贏 就整台山 整片就去了 因為你有效忠對象 你叫日本人去外國吃頭路 他很痛苦 他的土地在那裡 但是錢給你贏 你會走到中國去了 想說那裡在祖先 很可能 大家知道嗎 這是部落戰爭 當部落戰爭開始打的時候 你要站對邊阿 不怕去別人 不是到敵方那邊去 台灣要搞民主 笑死 說到民主 你現在台面上 在政治輪流說 我們有民主 有民主 頭啊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居然可以一起投票 有沒有搞錯啊 你們想清楚 來 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又有問題 想清楚 也不用客氣的舉手 自由 幸福 快樂 好事 是我一生追求的主要的內容 請客氣 不要客氣啊 自由 幸福快樂算不對 好 請放下 沒有客氣的你認為什麼 什麼是你的 一生追求目標 你如果不是追求自由 幸福快樂 你追求什麼 來給我新的答案 健康 健康就好啊 不自由 不幸福 不快樂的健康就好啊 所以嘛 所以嘛 我說自由 幸福快樂 你不可以否定他嘛 你必須要說 對啊 這我要 這很重要嘛 自由幸福 你有健康也是一種自由嘛 身體的自由嘛 自由幸福快樂嘛 再問一次喔 我這輩子追求自由 幸福快樂 怎麼拿手 還有人沒有 請放下 我跟你講喔 自由幸福快樂 不應該是我們追求目標 為什麼 我要跟你講道理喔 它是副產品 而不是主要追求的目標 副產品是什麼 叫做Biproduct 就是當你做一件 對的事情的時候 它是附帶而來的 發生的事情 什麼叫做副產品 我告訴你喔 如果有一個醫生說 以賺錢為目的的醫生 要給你看別人 你敢不敢 賺錢就是我最重要的 那醫生你敢去看 不敢去看嘛 這次會好 給你看四、五次嘛 對吧 要賺到百次才會給你看 你如果沒錢 不用想要來看 對吧 那就是那醫生嘛 他賺錢 他以賺錢為目的嘛 你沒有錢 你不要來找我嘛 那醫生你不敢去看 對吧 但是如果一個醫生說 我以救人 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這醫生你會去看嗎 會嘛 因為這樣所以他病人很多 沒有錯吧 因為大家都封聞他有好的醫德 因為這樣病人很多 所以他賺很多錢 這樣對不對 你知道我要說的重點嗎 我要說的意思 當你的目標設對的時候 自由、幸福、快樂是伴隨而來的副產品 他不是你要追求的目標啦 如果他是你追求目標的話 這三個都是感覺喔 我跟你講都是感覺喔 自由不是一種感覺 幸福不是感覺 快樂不是感覺嗎 是不是追求 你如果是追求感覺的人 你會因為追求感覺而結婚嘛 你也會因為感覺沒有了 所以離婚嘛 所以你們這些都危險人物耶 因為你們都追求感覺 所以我們要追求什麼 真實的東西嘛 我近代都說 一個女生看到一個男生 看起來好像可以給他帶來自由 有幸福開來的 所以就嫁給他嘛 嫁出去沒多久 都沒偷懶了 就叫他一個離婚 再換一個對不對 他說好像可以再嫁給他 這個又不行再換 不對嘛對不對 一直在換 這不是要離婚嘛 照理說你應該兩個人相愛 建立家庭嘛 要一起奮鬥嘛 遇到困難一起面對嘛 爸爸做 爸爸該做 媽媽做 生了一個小孩子 小孩子好好念書 晚上回到家裡面 爸爸媽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坐坐會 開動吃飯 享受什麼 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當你做對的事情 來享受 伴隨來的感覺 沒有錯嘛 不然我真的會給你挑戰一下 自由 你有沒有花錢的自由 你告訴我 你有沒有追求 花錢的自由 有啊 很多人說 我很希望花錢的自由 一個月給你一萬塊 夠不夠 太少了啦 五萬好不好 勉強 十萬 一百萬好不好 開始有人笑了 你看 一百萬好 一千萬好嗎 他意義好嗎 我告訴你 點心一個月賺一億啦 他做什麼事情 我為什麼今天要跟你說這個 目的只有一個啦 台灣人 一堆在那裡說 誰管都好 有飯吃 有錢拿錢就好了啦 他不管誰管都一樣 他沒有管 到底這事情是對還是錯呢 就他只追求感覺 他不追求來 原因啦 所以在現在台灣人 看到法力沒有 沒有感覺就是這樣嘛 因為這些人 都是追求感覺的人嘛 你如果追求感覺 我跟你講 嗑藥最快啦 幹嘛去奮鬥 馬上就跟你有感覺 十分鐘 二十分鐘就有了嘛 幹嘛 很可能嘛 所以台灣人也是這樣 當你做對的事情 這些伴隨而來 才是對的感覺 你知道嗎 不能追求感覺 這樣 來 說著這些道 看得懂的人舉手 應該沒有人看得懂的啦 灰灰這些東西 我說時間點1911年 皮卡索 你們聽過皮卡索嗎 皮卡索聽過嗎 沒有聽過很少吧 皮卡索你知道嗎 就是為這把道的人 皮卡索是當時的人 你看得懂 看得懂舉手 看不懂的人請舉手 希望我回饋喔 看不懂舉手 好 很好 看不懂我才問問題喔 我開始要問問題囉 看不懂喔 請問他畫的是飛機大炮嗎 是不是啊 坦克車 飛機大炮 他是不是在畫這個 是不是 不是 不是你就看得懂啊 他畫什麼 他畫人啊 是不是 他以為是女生 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還是女生 你沒看 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你又知道 畫幾個人 五個 你又知道五個人 你就看得懂啊 第一個你知道他是男生女生 他就知道對不對 畫五個人 你看得懂啊 你不要說你看不懂嘛 對不對 你們覺得你們看得懂 是這一幅畫對不對 這幅畫有沒有人說 他看不懂請舉手 我告訴你看不懂啦 你怎麼看不懂 請問他是誰 什麼聖母 聖母那 全身不穿衣服的聖母 對不對 見笑戲 維納斯啦 聽到沒有 女神維納斯 請問維納斯在做什麼 他現在在做什麼 維納斯啊 我跟你講這女神維納斯 他在幹嘛 他在上大號 The Toyota of Venus 他就在上大號啊 他在如廁啦 不要講那麼粗啦 他在如廁 上廁所 你看你說 台灣人不是回家 你想說你看不懂 結果你看不懂 你想說你看不懂 結果你看不懂 你們是怎麼回事啊 很可憐耶 但是這不是我今天要講的 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我今天要講的重點是這樣子 這叫做立體化派 馬上就學會喔 什麼叫立體化派 請問這是一罐水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也是一罐水 這樣看是不是也是一罐水 這樣是我對不對 這樣也是一罐水 這樣也是一個人 這樣一定要這樣看 不用對不對 所以你時間固定的時候 從不同角度看同一個東西 就會產生這個 叫做立體化派 你知道嗎 懂了 現在懂了齁 很簡單齁 時間固定 觀察點改變 就產生這個圖像 如果觀察點很多的話 會變這個 但是不管你是哪個畫派 每看一個畫的時候 只能有一個觀點 從頭到尾都會一樣 比如說我是一點 這是要一點 就是你在畫圖的時候 不可以搖來搖去 搖來搖去 那畫會跑掉 一尾頭 你是注意一件事情 你畫的時候 頭不要搖來搖去 定住就是這個角度畫 怎麼樣畫都是這樣子 這樣就這樣歪去 比例都不對了 對不對 所以叫做一點透視法 這個什麼 多點喔 這更多點 你知道嗎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說 必須要怎麼樣 一致 你如果一幅畫裡面 又是多點 又是一點透視 又是立體畫面 那有沒有灰色 灰色灰色 灰色灰色喔 我要講這個重點在這裡 叫做 consistency 在這裡之前 我講一個字 叫做 the law 法則 什麼叫法則 It's often used to refer to universal principles that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thing 就是在描述一個宇宙 放諸宇宙每個地方都準的道理 每個地方都準的道理 每個地方都一樣的道理 那叫做 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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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變的 會變就不是法則 不一致也不是法則 你知道嗎 比如說有萬有引力 全宇宙每個地方都有萬有引力 沒有例外 地球上每個地方都有地心引力 沒有錯吧 所以你只要活在地球上 你寫的人的法則 比如講建築法規 你是不是要考慮要有地心引力 你不能讓人家賺不去嘛 如果法規什麼不好 家賺不去嘛 人的事嘛 所以當人面對到這個法則的時候 是你要遵守法則嗎 要啊 人要跟這法則配合嘛 所以你寫這法規的時候 你要遵守大自然有地心引力 你要寫民法的時候要考慮說 大自然得有一個原則 什麼原則呢 就是男女要交配生下一代 人再繼續生團 所以你的民法裡面就要考慮 我要保護家庭制度嘛 我要保護婚姻制度嘛 我要保護小孩子有幼兒保護法嘛 你說的人類 你只要活在這個自然界 這個系統裡面 你都要遵照這個系統的原則嘛 法則嘛 你如果你的法則跟自然的法則 想抵觸的時候是誰倒楣 不會大自然倒楣 是人倒楣啊 不是 所以你要偶乖嘛 學會就是怎麼去配合這個法則嘛 我想為什麼要跟你說這個 你們現在講的國際法 戰爭法 就是基於一個大原則 叫做自然法 在自然法的基礎上面 我們討論到各個國家 每個不同的國家之間有什麼 國際法跟戰爭法 在每個國家裡面 在有所謂的constitution 憲法 每個國家有它自己執行的憲法 在以憲法叫做mother law 在以這個憲法的基礎 在建構你其他的民法 刑法 各種法律 你知道嗎 法律是一圓一圓下去 最未層 最低層 這就是大自然的法則 你做的事情 要遵守這大自然的法則 過去台灣人都不知道這個 我們不知道 我們怎麼會無知到這個地步 因為流氓政府刻意要說這個 他刻意把你這個法律 從中間給你切到回去 什麼不讓你唸 國際法跟戰爭法 不讓你知道啊 不讓你知道究竟那條約啊 為什麼 他如果知道到那裡 我們如果知道到那裡 他就倒掉了嘛 因為他政權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之上 不是建立在這些法律的基礎之上 所以我們把這個issue這個問題 拉到國際法的層次 戰爭法的層次 整件事情就解決了 就看了一清二楚 他們就要倒了 你知道嗎 這都法律啊 the law 就是一個邏輯推理而已 我們沒有講太複雜 consistency是什麼 一個形式系統中 不含含矛盾 法庭雙方都要證明對方 要跟你說 你到法院裡面 你沒上過法院你都知道 法院雙方 辯論跟defense跟offense的雙方 都在證明一件事 就證明對方的論述 跟他的證據 不符合的地方嘛 你只要證明這有矛盾的地方 你就贏了嘛 國際人提出來證據支持 不是這樣子喔 他就輸了嘛 我們台灣民進會會這樣起來 就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 那去美國啊 去什麼 不一致 你美國說什麼 你美國說 就金三合約 遵守他的 重要性 跟遵守他的 美國憲法 是一樣喔 位階是一樣喔 那是位階一樣的話 什麼跟位階一樣 就是他會遵守美國憲法 跟遵守條約 treaty 跟外國簽的條約 他的重視程度 是一樣的 那是這樣的話 按照就金三條約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你要不要遵守 你要不要遵守 你如果主要佔領全國 你為什麼叫我去做兵 你為什麼改我的國籍 你為什麼違反戰爭法 對不對 你跟美國公安就贏了 因為你不一致嘛 你宣稱美國很囂張的 你違反戰爭法到 Cremia Cremia有沒有 在歐洲那邊有沒有 他說你這違反國際法 你不可以自己宣布獨立 然後就脫離那個國家就出來 一方面說中東違反 種族屠殺 違反戰爭法 你一方面這樣講 一方面在台灣就在發生這件事情 你美國一方面很囂張 在世界各地 要求人權 要求民主 結果你在台灣實施的 就是最糟糕的 為什麼 因為大日本帝國臣民 在這邊接受非法的待遇 你給他指出來一個輸 輸我們就夠贏了 是不是這樣子 現在知道了 另外一個字叫integrity 美國的法律有一個integrity 他們三權分立 有一個字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的意思就是表裡一致 英文字你們不知道 我用相反字叫做hypocrite 就是這個人是偽善者 你在家裡要做老大 還是村來自要做老大 都知道 你把這人 拆掉 用的標準 跟另外一人 都一樣 你如果標準不一樣 會被人家嗆聲 你說你騙什麼做中樂 你如果要做大一定會是 標準一致 讓人不會說 那個照法就有載條做老大 美國你要當全世界老大 對不對 你把法律講出來 美國說 國際法戰爭法 對吧 希拉圖也講 我們 充滿亞洲 美國說 說的 有關領土的爭議 以國際法 最後訴諸這個 你都這樣講 為什麼台灣不是這樣做 所以你自己照顧 你知道嗎 美國法院告的 他們是獨立 三權分立 法院告贏的話 其他的 立法行政會配合 所以才會幫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 少有今天的 才有今天的台灣民政府 才會走到這一個步 你知道嗎 國際很清楚喔 來繼續講 時間不夠 我今天題目這個 整半半 扯不上關係 我今天要講台灣史節 對不對 為什麼要講台灣史 真的嚇人說 曲老師 我對歷史從小就沒有興趣 話說 你不要小看這個事情 在座各位 你們都有寫日記 對不對 但是沒有人寫歷史 因為歷史是執政人在寫 掌權的人在寫 你頂多寫公司嚴格史 你頂多寫學校的校史 頂多是這樣子 你不可能寫到國家 對不對 你每寫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有一個觀點 他們叫做point of view 你不能金智能分立的寫法 你寫日記 也代表你自己的觀點 你不可能要跳第三人稱 不然讓人格有問題 對不對 你不管寫什麼 都有一致的觀點 consistency 在你的觀點上面是一致的 好啦 觀點 好啦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黑人有黑人 北美印第安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有白人的觀點 所以這觀點比較重要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不同觀點 所以觀點重要 你告訴我 有實力的人觀點比較重要 對不對 大小的有觀點決定 沒錯吧 你如果印第安人繼續堅持 你印第安人觀點 你今天是誰滅掉 印第安人滅掉了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堅持 所以美國白人給你留一個保留地 以前跟白人去修台的那些部落 現在都不去了 北美本來幾千萬人 印第安人 現在全部多少 都住在保留地 那就是跟他觀點衝突的時候 被淘汰掉的 你知道嗎 不要講 不要講 簡單的 男生也有男生 女生有女生 觀點不一樣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衝突 對不對 沒錯吧 男生女生結婚 當天晚上就衝突 那男朋友 剛結婚 當天晚上想表現一下才藝 到廚房裡面煮菜 把菜都在桌上 老公你坐在那邊 準備要吃飯 煮了兩三道以後 他們太太說 你先吃 男生坐在那邊說 什麼我先吃 等你都煮了 喘好睡 大家做一個來吃 那人太太繼續炒 他說 不用那工夫啦 你先吃 兩個人這樣就鬧了 以前我們家 都是大家做定了 開動吃飯 我們太太說 沒有啦 我們家做什麼 我先煮你就先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對不對 為什麼 每一個人都把他從小到大的 價值觀 生活方式 觀點 帶進婚姻裡面 兩個不同的觀點 受到什麼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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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協調 協調不好 會怎麼樣 協調不好 會怎麼樣 吵架 吵架 最後就離婚 離婚收場 頂多是這樣子 因為 一男一女之間 頂多是分手 但是國家跟國家立場觀點不一樣 不是這樣子 是燒台 是殺人 幾萬個家庭會這樣死 死掉 流離失所 那我現在在說 不是一男一女 是兩個國家之間觀點不同 一衝突之外就會死人 會煎驚 沒有在開玩笑 觀點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所以我來念一句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命運 我們這一次 一直 debaters 實官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 台灣人的命運 我們的氪力 我們這次刻鉱在這插 史觀的問題 觀點不同 一定吵架的 怎麼會不吵架呢 一個是中國的自那观點 一個台灣人 讓我們通一頂旅的人 觀點不同 對同樣一件事情 看法就不一樣 那不吵架才奇怪 對不對 吵架最後結果是誰贏 擁有權力 擁有軍事 擁有 比較壞的人贏嘛 這樣不會說你錢跟他吵架有吵架結果 不會嘛 他為什麼要將就你 為什麼要替你鼓掌 你叫我統帝 當然你聽我的 就是這樣 不然有時間 高中就有人說 抓刀 抓青到會拼 不可能 你又說統帝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方法 我們按照法律來 你贏定不能移鑽租款 主權的一部分是什麼 教育啊 你怎麼改變我的死官 你想要叫我說你的北京去 我一本人耶 我們北部一本人 我當然也一本人 怎麼會生滴出來 要啊 所以啊 這就很簡單啊 這就是觀點的問題啊 所以觀點重不重 你要唱就是唱觀點 但是這點學生唱觀點不好 他知道不對 但是講不出個所有人 真正的答案在台灣民進府啦 我們告訴你 什麼是真正台灣人的觀點 我把你時間點拉長嘛 拉什麼 四百年前嘛 什麼李登輝講 什麼台灣四百年歷數 海西台灣人就是這個 台灣人的歷史怎麼是四百年 那個是支那史官啊 你有中國人通敵 你追溯追溯到四百年前 我追到四萬年前 對不對 李登輝害死人啊 什麼四百年歷史 你有沒有搞錯啊 台灣人是四萬年歷史 你認同你是中國人的人 才會說那種話 你想到古之理 你說你的祖先對那個人 才會說那種話 叫做漢化的 邊部祖的人 會說的話 你聽得懂嗎 史官很重要啦 民進府告訴你 台灣人的史官是四萬年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他就要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講得清清楚楚的 上面一個中華流行史官 就是他要有目的 他寫一些歷史的史官 都有目的耶 我們到這個年紀 做事情 沒有目的在做事情 你為什麼在這邊 好懷疑啊 老老手啊 沒什麼事情 寫歷史史官 沒有在隨便寫的 他的目的三個 第一個 掩蓋過去的罪行 他說二百四十多人 沒什麼 死的是台灣人耶 跟我們台是冷耶 這邊沒有關係 對不對 怎麼顛覆二百 放假啊 大家很高興啊 唱卡拉OK啊 去Shopping啊 大折價啊 台灣人的受難日 被你搞到 變成放假日 大家高高興興的去玩 叫他來 少量一個台灣人的歷史 他說 做這麼醜雲產物幹什麼 對不對 一個顛覆 把你的價值觀 我說台灣人很可憐耶 頭一台人去用 二班去用台 進行去用台 第二台 叫他去做兵 第三台 送給他做他教育 那年輕人都以為他是中國人 受支那人的教育耶 這不夠欺騰什麼 這叫做種族滅絕啦 大家都說不知道耶 再來MOTIV 為了要竊具台灣 我今天不講那麼多啦 我直接跳快一點 今天你的目的就是 你會幫助台灣人 有支那的系統走出來 支那的系統走出來 支那的系統走出來 來這四張圖 哪一張看透視 你們知道什麼叫透視嗎 你們看建築透視圖 哪一張看最清楚 請問這一張的舉手 認為這一張看透視最清楚的舉手 認為這一張看透視最清楚的舉手 有人舉手 認為這一張舉手 沒有 這張最清楚的舉手 這張才對啦 三個都一樣大 你怎麼知道哪邊遠哪邊近啊 所有透視就是 離你越近的越大 離你越遠越小 對不對 你才知道遠近距離嘛 我想要跟你說這個 歷史就要這樣看嘛 過去你都特別強調部分歷史 有些部分特定歷史 把你翻譯得很小 所以你才知道遠近距離嘛 你沒辦法透視歷史嘛 你看不清楚嘛 你三個都一樣大 哪知道哪邊是什麼時代的歷史啊 都怎麼做會嘛 那我在講這是什麼 過期就見解就跟你說 明朝、清朝對台灣做什麼 聽說明朝、清朝 對台灣人說沒有什麼明朝、清朝 就是大清帝國、大明帝國 朝是你是中國人在認為有不同朝代嘛 而且要套在它的史關裡面 才寫說清朝、明朝嘛 什麼叫朝 那是中國的事情跟我們什麼地帶 那個大清帝國跟我們通敵 大明帝國來 你知道嗎 史關已經被扭曲了啦 所以特定有一本 日本統治台灣 治理台灣五十年 你們怎麼知道 台灣人都不知道嘛 待會兒會給你們補 所以 在法院裡面 雙方都是看禁骨 如果一個法官看到 有一百個證據 根本一視同仁給它處理 不可能嘛 一定把它分類 分什麼 ABCDX X是什麼 錯的資料 消除 剩下分ABCD 越上面越接近客觀 越下面越主觀 主觀 主觀是什麼 路人假看就這樣 路人以看就這樣 每一個人觀點都不同 哪有在討論 法院那是最後參考的 最重要的是 科學證據 彈道比對啦 車禍現場去量啊 用物理性質去推亂 對不對 那叫做客觀 基本邏輯 進化論啊 物理性質 碳濕式 半采 全都是科學證據 化學性質 氧化 生物性質 我剛才說有DNA 對吧 這是科學證據 第二個 歷史文獻 我說一個簡單的 一男一女結婚 在結婚協議書上面 簽字 容不容易 不容易 談戀愛 雙方家長同意 很多事情 很囉嗦 去宴學 看他生出來 怪怪的 你怎麼會 太多事情 最後能夠一起簽字 結婚 不容易 對不對 不容易嘛 你們好像是覺得很容易 不容易嘛 那我問你 那我跟你講 46個國家一起簽字 那更不容易 對不對 舊金山合約 46個國家同時簽字 什麼意思 四個不同國家的人 都要坐船坐飛機到一個地方 一起 同意同一個文件 拿回他們國家 然後在國會議會 在選舉投票 再回去那邊 對不對 在簽字耶 舊金山合約 46個國家簽字耶 宣言都沒效耶 天皇不是遵守波子坦宣言 你錯了 所有的宣言 戰爭時候的宣言 到最後 是在條約上面 Settle 就是把它擺平 所有的爭論 最後用條約擺平 所有的爭論 最後用條約擺平 你說101是你的 說一千變一萬變 也不會比101的 你如果說101 每多少錢 你錢拿下來 把本來的那個買主 給它買下來 現在房產契約上面 換成你的名字 這叫做什麼 交易嘛 交易成功 這才是成為真正的 那就是Document 文件 不是宣稱 宣稱不好 所以台灣這個土地 到底是什麼 根據舊金山合約 舊金山合約怎麼說 它就是怎麼做 就是這樣 你一隻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拜五封住你 你就叫拜五封住 拜五封住 有的人每一次聽到 都會覺得好笑 為什麼好笑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好笑 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星期五碰到你 就叫星期五 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聽過 魯賓松漂流記 有沒有聽過 在古書有聽過 一個白人坐著 一個海上 剛才有紅營 坐著海棋 坐著海棋 坐著海灘上面 去一間家 就住在那裡 我們住在那裡 住在那裡 住了差不多兩禮拜後 當地的土著 兩個月之後 當地土著來找他 找他的時候 他住就問這個問題 你們覺得好笑的原因是什麼 土著在那邊住很久了 照理說 是應該黑人給予名 不是白人給予名 所以我問你們 印第安人 是不是叫印第安人 北美的印第安人 是不是叫印第安人 不是嘛 是白人叫他的 白人叫印第安人 叫印第安人 你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沒錢的名 叫台灣 請問你們 沒錢的名 是不是叫台灣 不是嘛 不叫什麼 夫婦謀殺 不是嘛 那是葡萄牙籃 叫我們 我們沒錢的名 到底叫什麼名 沒名 我告訴你 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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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 一個土地 不能跟外界接觸 那你敢不給自己給名 你就以為全世界就這麼大 你有沒有離開這個海 你怎麼知道你自己叫台灣 沒有嘛 沒有名字的啦 一個土地 就像北美印第安人 不叫印第安人 那是白人來之後才給他給名 是白人叫印第安人 叫印第安人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什麼名 我們自己扶啊 扶我謀殺 真的好啊 你看 以前 國家地理雜誌 什麼 FOMOSA the beautiful 對不對 Tons of explosives for FOMOSA 怎麼用台灣 沒有啊 怎麼用台灣 以前啊 1920年 40年 那些轟炸的時候 都是用FOMOSA這些 還不是 這條約 三分四 三分四這個treaty 條約來的 Chapter 2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Pescadores 他用什麼 剛好用台灣 我問你 所有的條約最後 有中文 有日文版 有英文版 以什麼版為主 如果有爭議的話 英文版對不對 英文版 英文版為主 你們知道嗎 條約 條約上面用什麼字 是不是就是你的正式的名稱 你去買一間房子 是不是真的誰說阿臭買 買嘛 你會想辦法說 但阿臭有什麼名字 誰要群群群群群 身分證字號 電話號 柱子都給你 走下去 怕說什麼 別人把你帽的臉 對吧 你一定會寫你的真正本名 讓人不正常 不會有去懷疑 所以條約上面一定寫你 台灣真正叫的名 否則沒有什麼 現在就清楚 是不是 澎湖叫做Pesacadores 要知道 來 問你們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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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活著 什麼時候 我說 從你出生以後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你第一次知道說 我這個人活著 你從你出生的時候 什麼時候 你們有小孩子的人 最清楚 你們的Baby什麼時候知道 他活在這個世界上 都忘記了 但是我跟你講 當Baby接觸到媽媽的臉 肚子腰 你給他餵奶的時候 小孩子突然說 哇 有另外一個存在 他透過媽媽的存在 來認定自己的存在 你知道嗎 Baby跟他出息的時候 你不知道自己存在 對不對 等到你餵奶 有外接接觸 所以他這叫做sense of existence 就是存在感 我們人開始有存在感 慢慢 兄弟姊妹跟你玩 父母親 老爸跟你玩 家族的人跟你玩 你慢慢你就 參考點越來越多 對不對 所以你就慢慢就有自信心 從小有自信 因為 這叫做小大小的 比較有自信 對不對 自信心強的人 沒有 存在感就強 存在感強的人 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人 學習力就強 對不對 學習力強的人就 比較厲害 學比較多 買人比較慢 可以貢獻給這個社會 但是如果倒過來 自小人 出息的時候 把腰夾夾夾夾 爬 Baby會怕到 對不對 我以前 去育養院裡面 照顧 去帶一些 院童 帶著食物水果 去看他們 做遊戲 遊戲結束之後 都會給他們吃東西 但是 竟然有幾個小朋友 就 米的肚子裡面 賺錢 我上課的時候 待會兒再講話 我上課 請專心 米的肚子賺錢 我會想說奇怪 這小孩子為什麼都不要出來 後來才知道怎麼回事 這小孩子都是受虐兒 主持人 當他出息的時候 被靈體長大 所以他很不自信 不希望知道他存在 所以都米的肚子 這就是沒有存在感的小孩子 其實台灣人都是這樣 都是受虐兒的民衆 為什麼 我是台灣人 打下去 陷水果 我是台灣人 說台灣話說不對 看起來 給你發錢 你知道過期台灣人就是經理這樣 你那小孩子說 我說阿嬤把我教的話說 不能說 就是不能說 不然就把你拐一下名字 說你叫中國人 那就是受虐兒 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大人 你們新的一代可能不知道 我們那個時代 連講台灣這件事情都不敢說 你就一定要講中華民國 幾個名字 你怎麼知道中華民國是幾個名字 還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流氓政府就是幾個名字 離開他本來的身體 到別的地方去不是幾個 他的身體在中國 跑來台灣做什麼 台灣不是他的土地 不是他的身體 中華民國憲法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包括台灣是他的領土 你憑什麼實施憲法 在台灣領土以外的地方 對不對 不對吧 不是幾個政權是什麼 所以現在法理出來 把他演到處 幾個政權就要跑 可是這幾個政權要跑的時候 下四名 不然這樣不然讓他跑 是什麼人 結果是台灣人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那叫當機 逗頭 民進黨 國民黨 國民黨 裡面有本土牌 青民黨 台南 這領土人 都死了 都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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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這個 人 都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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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聖經裡面有一個故事 說是格拉森的一個地方 格拉森這個地方是天然的石灰岩洞 什麼叫石灰岩洞就是水滴下去一塊一塊 這個地方因為石灰岩地形很豐富 所以很多洞 人死後不用做汗茶 整個包包袋裡面就好了 所以顧起來那個地方比一個墳場 你知道夢阿婆死人很多 死人多什麼多 魔神多對不對 鬼仔多 鬼仔多會產生什麼 鬼附身的事情 這裏有一個年輕人叫鬼附身 整天不穿什麼 黑白卵書照啊 黑白種 村來自人撞不住 說整個鐵裡拔拔起來好了 拔拔拔 沒有了 又讓他跑出去了 那很有力的 結果亞洲來了 耶穌代表上帝的兒子 來的時候代表真理 這些人就找亞洲頭像說 哇 上帝的兒子 我的時間還沒夠 你現在就找來是什麼意思 難不成我現在就要下地獄 耶穌不跟他多講話 只問他一句話說 你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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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這個少年說不出來 在那裡 結果冒出一句話說 我叫群 群為什麼一群在群 嚇死人了 什麼叫群 就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多到他自己講不出他自己的名字 鬼替大家回答 所以亞洲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整個人就走出來 走在豬身上 兩千頭豬就衝到海裡面 全部淹死 這些故事 這個少年人撞起來之後 三情都回來 恢復理智 知道他自己叫什麼名字 台灣人就這樣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中國人 我們就笑了 鬼替你回答你的名字 你自己台灣人的名字說不出來 要叫鬼附身 現在法例出來 鬼就要走 台灣人就衝起來 知道你自己是什麼人 你現在知道你自己是什麼人 我們是誰 你知道嗎 我說鬼八婆 你現在知道你自己是什麼人 什麼人 台灣人有什麼 台灣人繼續去用Q 我跟你說 你說你台灣人繼續去用Q 不是 你要講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不是那麼長 這是你的法理身分 你知道你今天為什麼來這邊上課嗎 為什麼戰爭法會保護到你嗎 你的身分很重要 大日本帝國 不是現代的日本人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你要講清楚 那時候我們顧美國顧得贏 要把政權交給我們林資深 博士那時候 他說你也沒資格 你們要聽清楚 這邊很重要 不是單純說我們是一本人 你驚訝 因為你不知道法理 今天我們有民政府成立在這邊 是因為你的身分的問題 你身分沒有對的話 這件事情不會應用在你身上 我剛才講說 我們告美國告飲料 美國要把政權交給台灣人 那時候 林資深就是要給他拿 他說連理也沒有資格 為什麼沒有資格 因為這個土地上面 都是叫做中國人 你去拿中華民國的護照啊 你說你是中國人啊 我美軍要回來占領 我佔領的對象是誰 不見了啊 誰是我佔領的對象 那日本帝國的人跑那裡去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 那時候美國人 叫我們行辦身分證 就是說 你來證明你是本土台 還是台日本帝國的臣民 美國再按照戰爭法來保護你 你知道嗎 如果你都跑掉 跑去當中國人 剛好你就照中國人 他叫他去做兵應該 他叫他叫共同門應該 今天是因為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才會接受到保護啦 你們這堂課的同學 要清醒這件事情啊 對 重點在這邊你很好 其他人你們在聽什麼 聽了這邊兩天的在聽什麼 重點啊 我現在在講重點啊 對 美國說我這個佔領者 回到這個土地 我才有理由嘛 因為被佔領地的百姓跑出來了嘛 你怎麼證明你 你台灣人沒效啦 你證明你台灣人有比較差 沒比較差啦 法律沒有保護到台灣人 但是法律保護到台灣人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這樣知道嗎 我們是按照戰爭法 跟國際法成立的 我們也因為這樣 我們才可以顧贏美國 因為那時候喔 中國人來台灣 那時候說一句話 這土地上面兩種人 一個叫Fomosa Chinese 一個叫Fomosa Japanese 我們就把美國人造飛機了耶 美國真的相信Fomosa上面有Chinese 哪有啊 那我們這個土地上 只有一種人叫Fomosa 然後Fomosa 然後我們都是Japanese 結果美國國務院人 居然去相信中國 跟他騙的話耶 叫Fomosa Japanese 回到日本 Fomosa Chinese流來 他重新定義台灣人 把你定義後 把你吃起來 所以他幫你改變你的身份 結果都不是啊 我們只有一種人叫Fomosa 然後我們的國籍都叫Japan Empire of Japan 都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我們是有國籍耶 我們北部都是日本人耶 有沒有搞錯喔 身份證的事情 你沒有釐清的話 你今天來上課是白上的 一定要弄清楚喔 所以你的身份證 證明你是誰 來上課齁 其實重點就一個 你一定要抓到重點 所以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在發現自己真正的身世 你現在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麼樣 我剛才講到現在 你們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是什麼嗎 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好像很好 好過關 來 種族滅絕 這沒時間講 我直接講那一半 好了 趕快 時間上面 我們拉長台灣人的史冠 空間上不同觀點給你 站在MV7的生存角度看世界 哇 你們這堂課我要重新修正 來 你們要補充都是日本時代的這段歷史 我講很快喔 大日本帝國 台灣歷代總督歷史期 1895年到1945年之間 你們要補充都是日本時代的這段歷史 1895年 想怎麼拿到你們知道嗎 打敗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各讓給 日本 日本一拜就怎麼 這麼厲害就要建設 所以1895年 明治28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轉民政 領台善後 租稅節免預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禮番制度 預政設置 埋怨 設置 阿片制度 教育制度 郵片電信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渡樑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稅製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第一年 才6月2號 到10月14號 件重新版 第二型總督保護 如果有 PVC市場 늦森 任 magnetic 製造 taking 所以1898年第四代總督王玉元太郎 警察私益官養成機關設置 保甲制度 土地水利事業 地域調查 大小租權 地方制規則制定 基隆高雄主管工程 全島道路鐵路建設 平居10間 總督府醫學校設立 台灣銀行創立 你要建設一個地方要錢 以前大慶說統治台灣 幾百年是花了這些錢 在台灣花多少錢 大日本帝國有花錢 軍費多少 你現在會日文 你要上日本網站 就可以找到大日本帝國 撥款多少到台灣來建設台灣 待會兒你看得多 再來佐久間佐馬太 1906年 1915年安東正面 這裏做什麼 農會 中央研究院 衛生部 台北市 地下水道 那時候就有了 縱貫線全通 博物館開設 宋山寮寺醫院 安東正面 廈門博愛醫院 來 明石 明昼 第七代 台電 起來了 醫院 縱貫鐵路 中部海岸線開通 你看 第八個總督田建治郎 那伊尼 黃太子電章有來台灣 為什麼會特別講這個 發生一件事情 那時候有一些 黃太子要來 結果台北市要來 這麼多人不要來 結果總督下一個人回到天空 這麼沒問題啊 這麼好啊 你看 台灣思想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托車那頂學生 在台灣沒多少人 他是社會主義的 但是不危險 你可以來 一般的人民非常的忠實順良 敢一事同仁聖恩 沒有危險啊 必須來啊 說一句更簡單的 以前大清帝國對台灣人的描述一下 男無情 女無義 對不對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對吧 大清跟我們通敵的時候 為什麼錢要跟他亂 我跟你說 你女生如果假的好人家 丈夫好好照顧你 你為什麼要跟他吵架 為什麼天天要跟他亂 不需要嘛 我很享受嘛 所以日本時來你問別人 日本時來什麼 很好的啊 日本時來都亂 你沒辦法勉強一個女生 去讚美他老公 沒辦法勉強 他就要發自內心 對不對 你如果真的好 大家人民一定會感念的嘛 所以那時候你看 居然總督說 一般的人民是很好的啊 跟你大清 大清為什麼我們會換 你把我們靈體 當然也要跟你換 對不對 你把我祈福嘛 中國人來台灣 要做幾項事情 妻子 要封DI 給她 都是傻子 這監司 你怎麼看 一九二幾年的台灣人 長這麼多帥啊 女生我敢說他穿的衣服比你們各位高級的法國的定制服 很高級 你看男生穿衣服演奴 你阿公阿嬤阿祖以前長這麼長 現在台灣人怎麼變這樣去 現在台灣人的民宿怎麼變這樣去 過去都演奴的 這是杜秋明 高雄醫院的創辦人 這是劉美的 日本時代劉美1920年就劉美啦 以前台灣的1943年台灣小學1099所 小學生932525人 台灣人民的義務教育已經到71%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以達先進國家之列 我們台灣以前是先進國家 台灣那時候留學的 曾留學過的台灣人一共20萬人 20萬人留學 那多少錢呢 你看我把以前的同學錄拿出來 你看岩水樓 岩水安 吳錫元 柯維中 各位媽生 有沒有 去什麼學校 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有什麼 各文比亞大學 美國伊利 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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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各種學校耶 1920年台灣人是這樣耶 這是台灣人耶 來 再來 以前有一個出賣台灣人 叫黃標金 我以前想說 為什麼他怎麼出賣 後來看同學錄就知道了 為什麼 好像曹擎 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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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所以中華美國來之後 他就做新議會的議長 給他獎賞 酬勇嘛 給他看 來 給你們看一些簡單的圖 這開始了 1889年的時候 一進行 中國跟我們通敵的時候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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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水 貪污 這馬接博士來台灣 西方公傳教士 加拿大人 布林斯頓畢業來台灣 萬歲記 這照片對家來 現在跟他謝謝一下 來 我要看照片 那個 給我看一下照片 我們很快的走過照片 然後看影片 先看照片 來 這座皇后旅館 馬接博士剛剛台灣 1889年的時候 台灣人一陣平均收費 35歲而已 35歲耶 19歲 做老爸 30幾歲做阿公 然後死 很可憐 平均收費很低 這馬接博士 他有主義 開始教育台灣人 過去都沒有 那再來 我告訴他 開城 去廟 抽水 垃圾 衛生條件又不好 這淡水 以前淡水 你看 中國人通知就是這樣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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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檳榔西施 以前檳榔西施 阿嬤就賣檳榔 檳榔西施 所以你檳榔西施 不能找辣妹去賣檳榔 你穿短裙子 長得漂漂亮亮亮 你要叫阿嬤去買 保證沒有人要吃檳榔 對不對 你去買檳榔 怕也怕死 喔 那一天都撞不住 你要降低台灣人的檳榔人口 就叫阿嬤去買檳榔 就好了 以後檳榔的意思你看到這樣 對不對 每次去買 每次都是一直痛苦 來西鄉重道 努凡是個事件 以前我們檳榔祖有出草 出草就是一個人頭 倒起來 你看 這檳榔祖的 日本兵在前面對不對 日本軍艦在前面 後面是檳榔祖的人 每個人拿一個鐵鍋 鐵鍋在上面放什麼 不是菜刀啦 你有沒有看 那人頭呢 一隻米都人頭呢 你看 現在在慶典 大家在跳舞啊 叫日本軍官 小朋友在那邊看熱鬧 有沒有 小朋友 你看這個 男人手上 海來海去就是人頭 那人頭 這以前高山族的女孩子 可不可愛 很可愛 你看 這是日本軍官啊 頭目啊 你看每一個人 兩隻腳中都放什麼 那都是人頭 那時候 北部祖共臺 六千幾粒人頭 日本人幾粒 沒到幾百粒 所以小型骨 都很小 都要警衛 這是 那時候要實施教育 開學校 高山族人不爽 就跑去學校裡面 老師學生都殺光 剛好一個日本老師 把這個妮娜 放在糞坑裡面 把它撞起來 生還者 村內照片比較可怕 我就不要這樣看 看這個就好 生還者照片 就開始受教育 跟文明 開始 日本第八聯隊進出 你看小朋友開始畫畫了 跟蠟筆畫畫了 有顏色的世界 彩色 這什麼 日本時代第三高爐的 路中的女生 有漂亮嗎 你們會不會看人啊 每個都很有氣質漂亮 你們有沒有看到 日本時代第三高爐的 中山女中 我媽媽就是學校畢業的 第三高爐 那女生就長得這麼漂亮 你看 海北就是第三高爐 這台灣人 以前台灣人都是這樣 你們自己要有一個印象 不要覺得 那是幾乎台灣 中國人靈體調的 人家旁邊這樣沒有氣質 還沒穿衣 因為真的啊 被難民統治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你看 第一 北宜女中的裁縫客 日本時代 這是什麼 這都一樣 不是中山人 那中國人給你付名 那家是 台灣人去的 叫台北公會堂 工會堂 台北市市民 一人叫一口氣起來 台北公會堂 中國人來給你付名 叫中山堂 橋也叫中山 什麼都叫中山 什麼叫做中正 可惡啊 那家都日本人去的 都日本時代台灣人去的 公會堂裡面 你看 公會堂裡面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如果做菜 你看他的餐廳 多漂亮 那時候的設備 我就沒說 1920年 30年台灣 那時候 公會堂裡面 你看那廚師 都 乾乾淨淨的 你最近有沒有看那個天皇御廚 那個連續劇 你去看啊 這有這種水準啊 那是台灣人 以前有撞球台 有冷氣 咧 咖啡座 這是台灣 以前叫做三山路 日本時代叫做三山路 三線路 快車道 有進球 慢車道 很漂亮 以前是棒球隊 這不是一支 全台灣各個地方幾百堆 我告訴你 這是什麼 台北市內 哨棒對抗賽 華山小學對南門小學 台灣人怎麼可能 什麼用棍子去抗酒頭 什麼紅葉哨棒 那是由難民教材 以前的日本人是這樣 以前台灣人是這樣 有棒球帽 有手套 有棒球制服 每個人都有球 都有棒 有教練 有領隊 有隊企 每個小學都有 互相打來打去 最後才有打到 夾子圓 打到 決賽 這個棒球不是突然間冒出來 這是全民運動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台北市有公車 以前就是這樣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台北車站前身前身 以前建中的學生 建中的學生 帝國的 來 我們要準備放影片 這博物館 我放快一點 給你們看 這個北斗 你看 台灣博覽會 新公園 大學先用派遣 在人讀的師社 排聚 日本時代的排聚 這是什麼 台北公會黨裡面 國標舞比賽 老師 每個人穿著 你阿公阿嬤那時候 就穿衣服 你看他怎麼打扮 國標舞比賽 這隻鄉下 正的鄉下 謝謝 oca Tse 太子 台中 天皇陛下來台灣 台中的香蕉出口 台中神社 你看台中有可愛嗎 有可愛嗎 台中週廳 豐原家政女學校 上裁縫 日本時代是這樣 我準備彰化水源地 台南女鐘 合照 來我們放影片好了 來放影片 電燈可能要關閉 謝謝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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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領友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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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台灣 台灣 變這樣 41年 今日 融化台灣 改曆之前 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荒地 台灣的居民被當作畫外之民 改曆之後 日本政府 把我們改成帝國成名 成效卓著 中國 中國 不到幾年之間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 港灣交通 通信 衛生的整備 治水灌溉 禮藩 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是軍事方面 都非常完備 對 加巴奇 那時候已經有夜景 夜景的話 一刷刷的基礎建設 跳一下 台北橋 我再跳一下 好 這邊可以放 台北州 總督府官邸 這是台北州 那我們不一樣去 那一區的基礎 康 台灣軍水龍埠 總督府轉賣局 中環研究院 他的醫院 個六百年 鐵道部 游政局 日本時代游政局 台南的台電 台灣電力出社會社 日本時代建設 創作官邸 日後 相關 日本時代建設 總統武以北 一把 國部一帶有其他人 台灣的國家 在來的旧式建設 近代的文化建築 特に台北市の文化様式には 一種公車 台北市公車 しかも一般に台湾の文化様式の都市は 主要外の風車場で 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 淡淡たる大通り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 特に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 来 這邊跳一下 車道局 好 有公車 好 有 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我們現在走的這條 架欄河上面的明治橋 このまま突然跳到的 走到最後表散台 尾山 今給你採一件の 新車 台北大公会堂 公會堂 ここから見到 侯物館 五郎町殖民地作博物館 博物館 休閒運動很重要 休閒生活很重要 日本帝國隊在台灣就是這樣 各種休閒 放送局就是電台會播放 日記跟台記 植物園 那時候很享受 八道文座 商品陳列館 建功神社 現在開始看大中堂那邊 大中堂那邊 中國影響比較多 我們這邊跳一下好了 這邊跳一下 淡水高爾夫球場 淡水高爾夫球場 那時候打高爾夫球場 完全是生活上 新竹 現在每個地方都給你看 話說 台灣沒有所謂的偏遠地區 台灣剛才那個世代而已 對日本帝國來說 每個地方都很重要 你看 所以它建設是同時並行的 沒有偏遠地區 你看 有一個重點你們可以注意 路燈 還有電線桿 那時候有基本的電力供應 有可能是這樣 以前做茶葉是這樣做的 你看 稍微跳一下 你看 OK你看 那時候就是 完全機械化的茶葉 為什麼有自動化 生產線 你看 日本是就這樣 生產線 每個人都剛剛進去 把頭髮都包起來 你看 日東紅茶 好 台中 在綠川 有川綠川 有號稱小京都之稱 有號稱小京都之稱 你看路頓多漂亮 綠川跟柳川的清流 幽靜而美麗 有台灣的京都之稱 有號稱 一個好的城市 通常是 幽靜而美麗 你記得齁 這兩集 我都套在台北四線 任何一個城市 不會講說 幽靜而美麗 你現在去日本的京都 也是幽靜而美麗 台中公園 有 台南 台南 台灣工業的原動力 扣製 配線 南北 日月台銀索花店比較早就開始走 日本史台銀索 這跳了這跳了這跳了這跳 不好意思喔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跳很快 這是Gagi 木材 加農 你們回去上網去打我的台灣史傑馬 這影片會很完整 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待會要讓大家吃飯比較方便 因為人很多 啊砂糖事業蝶子本期待的重點 來再跳一下 好以前你看 就是用機械化 也做耕耘 喔 就本期待 砂糖為原料的點心煉乳罐頭 如果要做這個 還有糖 砂糖做的酒精 好 來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他們就做實驗室 這改成 酒精 來再跳一下 等一下 行業試驗所 哇你看 好 來 是 你 好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來跳一下 你看 港口以前都是這樣子 基隆港跟高雄港 都沒有機械化設備 來再跳一下 基隆跟高雄港 你看 你現在在歐斯卡海外也看 日本工廠非常整齊 高雄洲 你看好像在日本一樣 祭典 他在台灣是這樣 不是日本的 內地 我們的內地是日本 內地到基隆 古北 經過三座月到台灣 福岡、九州 兩座月 這台 內台定期航路 內地到台灣 定期航路 台灣 除了指紋 還有飛機 地下電纜 對 新的 新的 台湾 託職 公司 公司 移民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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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公司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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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說無憑 影片給你看 實際上去拍攝 沖縄還來台灣 沖縄、福岡、歐斯卡 來台灣 一天之內來回 來這邊跳一下 這邊看這邊 高砂族 今天課上到這邊 我們下課